东家大门口的场地上长满了杂草 今天就让我们过来帮他搞一搞 这里之前是一栋老房子 还是我亲手把它拆掉的 没想到现在转眼之间 已经变成了一栋这样好看的小别墅 这个院子墙角也是之前我们挖的 真好看 今天我们的工作任务就是把这个地全部给整平东家好焦水泥地平 越看越好看 准备下车 东家一过来阿华不说爱拿了包烟给我 我连忙白手说不要 他说拿去 哎盛情难去呀 准备卸车开始干活 下面我简单讲两句 说说咱们今天的工作任务 第一件事就是这个大门口的地平需要全部整平 把这个杂草扒掉 东家需要浇一个水泥地平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把这个旁边的这个老房子剩余的一点点 还没有拆掉的地方给它再把它扒掉 咱们首先从这里做起 把之前剩余的还没有拆掉的这一点点 三下两处的把它给扒倒 这里面还有一口水井 首先把这间给扒倒以后 我们再把这个旁边的电线杆稍微往外巴拉巴拉 这个电线杆已经靠在了这个楼面上 现在上面用一个木棍把它支撑住 让它远离这个楼面 趁着他们在拆楼顶上那个太阳能的功夫 我们把这个庄渣给它首先收到一边 甩到旁边 我们前脚把庄渣给甩好了 它后脚就把太阳能给拆完了 现在我们开始准备对着最后一间房子开始动手 最后这个一个可不好拆啊 一边挨着新房子 一边贴着高压电线杆 后面还有一口水井 只能想办法把它往前面推 你别说这个墙还挺结实的 我砸了整整七七四十九下 它愣是一动不动 行既然你跟我这样 那我就不跟你一般见识 我从前面去 从前面来打开一个突破口 前面的墙反复碰瓷一般 我还轻轻的没使劲 它就倒掉了 目前才成这个模样 我有点不敢轻举妄动了 一边是高压线杆 一边是东家的新房子 看这个趋势也不知道 它究竟要倒向哪一边 我本来是想把它直接拉过来 拉到我瓦吉这边的 但是想了想 无论怎样搞 它都会向左或者向右 偏向移动 我刚刚轻轻碰了一下 上面支撑电线杆的那根棍子 都已经掉下来了 现在也不敢轻举妄动 最后下次观察了一下 研究了一会 最后决定还是向东家的房子那边倒 毕竟这边是高压电线杆 轻轻碰一下 可是不得了 他们在东家新房子那边 用几个木棍搭在那里 做一个缓冲作用 万一会掉到那边的墙上 也是砸在那个木棍上 能减少缓冲 当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 我就这样轻轻一碰 好的很 整个楼面就这样放下来了 不过唯一的遗憾就是 旁边的木棍倒掉了 把这个新房子的落水管 给砸向了一边 现在我们来把这旁边刚刚拆掉的地方全部清理掉 这个楼面我们就不把它打开了 整个这样直接往外搬 往外挪 我本来是说把它放到旁边没有用的荒地上就行了 最后东家决定干脆把它埋在大门口的地瓶上 其实这样也挺好 这么大的钢筋混凝土楼面埋在里面的话 还是相当牢固的 在整个地瓶的中间挖了一个小小的坑 我们现在把这个混凝土楼面给它挪进来 填好以后还是相当的合适的 现在我们开始打扫战场 清理砖扎 当我们把砖扎装得差不多了以后 这边也就开始再放线 等它放好线 我们再帮它把这个墙角给挖一挖 就这样在一生生抱足生之中 我们开始动工了 深度大概挖了有一米 宽度的话一斗宽就行 挖墙角挖出来的泥瓣 东家让我们往里面堆 等里面堆不下了 我们再用车子运走 它这里面还需要一点泥瓣 下次回田的时候 直接用锄头把它扒下来就行了 东家电话里跟我说能干一天的活 没想到干到中午就已经干的差不多了 目前还剩大门口的那个地瓶 没有整瓶 这边的墙角也已经挖得七七八八的了 现在我们来把这最后一场图给装上车 这个墙角就算是结束了 这边结束以后 我们把挖机开到前面来 把门前这个地瓶来给整一整 整地瓶之前 东家说还有一个宝贝 在这个院子墙角下面 让我给它捞一捞 大家来看看有没有认识的 我看看评论区 有没有人认识这个东西 反正我是知道它是干啥用的 把这个宝贝石头给捞上来以后 师傅在旁边跟我说 这个大概需要这样的深度 大概就是这个院子墙角的红砖 下去一片红砖的位置 一片多到两片的位置都行 整地瓶多油的土全部往车上装 然后再给它运到指定的地点 给它倒掉就行了 把土全部取完 最后再拍一拍抹一抹 最后的视频成品就是这个样子了 都看到这里了 不留个赞 点个关注再走吗